香港女星周海媚工作室12日晚间发出声明证实 周海媚于11日因病医治无效过世 享年57岁 愿天堂没有疾病 愿来生我们再相识 周海媚上次来台湾是2018年出席第53届电视金钟奖 一直被称为动灵女神的她 以一起学访爱心黑色洋装现身红毯 优雅气质依旧 肤质细致 身材依旧纤细 完全看不出当时已年过半百52岁 从车窗已经看到她的倩影跟风采 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的是 周海媚 那么在1985年 她是以香港小姐出道跨足影视圈之后 也拍过许多快智人口的电视剧 可以说是影视歌三期的全方位艺人 而且网友都说她是最美的周芷若 近期是再次的出演倚天屠龙记 被网友大赞真的是史上最美最美的灭绝师太 很开心 也再次来到台湾 看到这么多台湾的朋友都很欢迎我 当时还与男星张轩瑞一同颁发新人奖 真实洞灵模样现行 轩瑞呀 你知道吗 有很多女孩子不喜欢老师被叫姐姐 知道吗 把我叫老了知道吗 可是海妹姐您知道现在流行姐弟恋吗 哦 姐姐的魅力现在很夯哦 有一个游戏叫做鼠肩膀有听过吗 哦 鼠肩膀我真的不知道耶 怎么玩啊 我示范一次 一 二 三 四 哎呦 吓我一跳耶 你太可爱了 从她进台湾开始我就已经很开心很开心 而且充满了怀恋 然后有很多很多美食 可是这一次呢我也很开心 金钟奖邀请我来当颁奖嘉宾 还有给我一个大帅哥站在旁边 典礼最后还在乐团八三一主唱 阿浦唱到压轴以天屠龙记歌曲时 身穿气质典雅的古装扮相登场同框 而他也与当年模样几乎没改变 爱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爱也匆匆恨也匆匆彼此都随风 狂笑一声 张开一声 怀抱一声 悲哀一声 谁与我神似于懂 信 못类音乐 嗡哀一声 揽展老江湖 又道歉如梦 藏城沙 如复勇 流了群泡 闭笙 它尽工 单刀寧勇 兜天下兜部国 八化完重 一生 焦氣焦落 一醉 江湯煩憂 一世 趁我關口 一天出現於震風 來也匆匆 去也匆匆 狠奔相逢 愛也匆匆 恨也匆匆 一直都隨風 狂叫一聲 轉開一聲 快我一聲 悲哀一聲 卻與我生死與共 我看能當潔入魔物空 做自己才是英雄 做自己才是英雄 我看能當潔入魔物空 我的部分非常孔 如果你想用膽衝 裸爬 对于访台之行 他相当怀念卤味与小笼包 一定要自己排队才好吃 而周海妹才排时就自爆 动灵并不是靠保养或饮食等方法 而是靠睡来的 周海妹也提到 想要不老就必须得跟上时代 没有永远青春美丽的 我也会老 多了几个皱纹 我今年52了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最重要是你怎么去活 有没有追上这个时代 跟时代一起进步 这几年周海妹重新转往大陆发展 曾为一线女星的他 20岁出演《倚天屠龙记》中 周芷若一脚爆红 成为他演艺生涯的代表作 并拥有最美周芷若称号 之后移居大陆发展 25年后大陆再度翻拍一天 升格为灭绝师太 被封为不老女神